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小时候也都在看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小时候也都在看喜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敢去挑战 你敢 你敢 后来我和马朗华老师见过 马老师也跟我说 你没问题的 他能去演 我满饭开给八戒的 我们也公演去发挥技术 八戒见状被吓出了猪脸 吓回猪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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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加了很多新鲜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警告诏在此 你也这么加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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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因为我设计一个猪八戒呢 就是心里边没拿自己当作 杨卫 出来吧 刚才我身边那个猪头 我在这儿吧 随便演一个翱象 一个韩范的 这个是谁啊 一个有机会 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帅哥 是土零剑里的问题 大家比没有会想到 我一个猪脸结婚是这样的 两套造型 一是自己的本来的面目 美男装嘛 二一个就是猪脸 刚开始试的时候 猪八戒 也是很传统的那种很凶的那种 感觉 后来我和制片方 包括和导演去沟通 看能不能万里可爱上来变一变 我们的化妆团队也非常的厉害 就是根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表情上也可以没有约束 再一眼看出来 这是小沈阳 他才演了独八戒 本身上就很幽默 这个人用就很适当 我们两个也有很多的戏 对一种好玩 别买 你去跑啊 我是宠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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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里有什么地方 对啊 我家里有什么地方 我家里有什么地方 这个戏当中 他承担了什么戏剧的那个 你真吗 你也像小沈阳子 大家都看那个没问题了 我都不好了 我一口 你太棒了 大家看到他 就知道我们的戏 在春节 一定是透透喜气洋洋的感觉 小沈阳子 又再做 有什么事情 要不说的话 我真就不知道 事物被打死中抓走了 错了 哈哈哈 还有惊喜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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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